这么好的吗 又送红包又送男朋友 哥哥 你喜欢什么类型呢 我可以给你找一个 从那边其实过来的时候 恰好看到一个小折折 我觉得就还蛮适合我 那边吗 什么样的小哥哥 我帮你去抓他 他穿了一个绿色的衣服 是不是那个啊 那个绿衣服啊 哈喽 小哥哥 哈喽 哈喽 那那个 新年快乐送你个红包 新年快乐 有什么事吗 我们是一个街头挑战节目 你有女朋友吗 没有 我们前面有找到一个女生 就是特别好看的一个小姐姐 过年回不了家 好巧 我也是 你也是 那不是真的巧上加巧了 要不要去见一下 可以吧 新的一年对自己 有什么新年祝福吗 今年比去年的自己更棒一些 希望新的一年多赚点钱吧 然后再找个对象吧 那肯定啊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 首先我觉得人品最重要吧 长得也要帅一些 偏郁姐类的吧 哦 喜欢郁姐类的 嗯 我路过的时候也觉得 她应该就长得还不错 但是我比较 不好意思一直盯着人家嘛 但是没想到就恰好遇到了你们 我觉得 缘分 看到了吗 嗯 看到了 看背影觉得她怎么样 就是那种很疏离的感觉 那男生从后面过来的 她有多远 有100米吗 没有 我没有100米 那你等一下过去呢 需要拍拍她这边肩膀 然后等下转过来之后 你就哈喽 自我介绍 5米 5米 4米 3米 好 那你去吧 没有 1米 1米了吗 1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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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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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从创意 然后我的姓高小棒 然后我是一个IT男 好 我叫杨阳 然后我是时多律师 我第一次接约IT男 IT男在我们的印象里 是什么样子 口感比较少 穿格子串身 他比你像在IT男 还有什么平时想去做的事情 就是很想想做 但是没有来得去做的事情 像我比较喜欢打卡蹦极的地方 然后你害怕吗 我已经蹦过去了 蹦过哪些地方 我蹦过一个红豆庄园 我们通过 苏州那边的一个红豆庄园 然后那边 苏州还有蹦极的地方 对 金凯特也叫红豆庄园 所以男生你是想邀请女生 一起去玩极限运动 是的 我想跟她一起去双人奔集 双人奔集啊 那女生你有想跟她一起去吗 看她之后的表现吧 压力有点大 加油 那现在请两位站到一起面朝我 两位对对方的第一印象怎么样 女生应该算是第二印象了吧 其实啊 啊 是 男生有点懵 你要不要跟她解释一下 我在那边路过的时候就有看到你 但是你这个绿衣服就是觉得很瞩目 亮眼瞩目的那种 然后刚才他们问我那个说 要不要帮我找个男朋友 我说 哎 刚才我路过一个小桌子还不错 其实是我第一眼显重的人哦 这么荣幸吗 我觉得吧 她就是那种很知性的女孩子 我以为这种女孩子应该不会追寻那种极限运动 没想到她也会想奔局这样子的 特别反他们 她要比我想象的可爱一点 可爱 有点害羞的那种 像我学校里面遇到的那种男生一样 就还有校园气息 对 还有校园气息 今天呢 回去之后可以给她们推荐暖聊APP哦 上面呢 是有针对不太会聊天的兄弟设计的画术搜索功能 当女生发消息来的时候呢 直接复制消息就可以搜索到各种高情商的回复 有了这个谁还不是个情场高手呢 OK 接下来我们要玩一个挑战游戏哦 如果挑战成功的话 我们将送出两台全新的iPhone13 真的假的 真的 我们拿过来了 那等一下我们要玩游戏啊 就是男生逼东女生 然后给女生涂口红 你会涂口红吗 可以吧 没有给女生涂过 不知道会涂成什么样子 必须涂好 好不好 来 这边 好 准备好 完了 这一下是真完了 哈哈哈哈哈哈